各位观众 在新的一年 也就是2013年1月6日下午1点30分 真佛宗台北中观堂 将于中正纪念堂广场 恭请真佛宗创办人 连身活佛卢盛宴 亲临主持 南摩佛鼎尊圣佛母 护国习灾祈福超度大法会 以殊胜的真佛秘法 及尊圣佛母的光明大力加持 带领所有语会大众 为共同迈向2013年的台湾人民祈福 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一切天灾人祸皆远 经济复苏 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和谐 而法会当天 主办单位更将在广场 树立一座大型的尊圣佛塔 供大众绕佛 同时开放大家 可以亲手制作小型尊圣塔 请您绝对不能错过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 这个单元了 在今天的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 世联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前几集的节目上师为我们开始 已经谈到了很多关于护膜很殊胜的地方 我们也对护膜火供 升起很强大的恭敬心 我们今天再要请教上师 我们知道护膜火供里面 供品非常的重要 而且也会有非常多的供品 那其中有没有非常重要的 一样是一定要有的 是的 当然 在整个护膜的修法里面 所具备的供品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护膜木 那么护膜木在护膜火供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果我们在修护膜火供 有特别修习灾 特别修争议 或特别修敬爱法的护膜 那么我们护膜木的使用 也有规定的 但是一般我们的法会 都是习增怀租 一起来加持 一起来回向 所以我们的护膜木 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 那么我们在这个护膜木上 很特别的就是在它的 这个护膜木的上面 会画上一道符 那么在这一道符里面 所加持的就是 这一团护膜的祖尊 如果我们今天修莲花童子护膜 那么祖尊就是莲花童子 我们修观世音菩萨的护膜 那么祖尊就是观世音菩萨 在这个符里面呢 我们写上自己的名字 那么在这个护膜木的背后 我们空白的地方呢 写上我们的出生年月日 写上我们的地址 写上我们的祈愿 那么当我们写完了护膜木之后呢 那么连生活不开示 我们在护膜木上 哈上三口气 在我们的名字上面 哈上三口气 那么这个护膜木 我们放到护膜火中来供养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替身法的修法 那么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哈气一定是写自己名字的护膜木 如果我们是写着我们自己名字的合家 那么就不需要哈气 那么如果我们为家人来写护膜木 我们也不可以哈我们的气 在我们家人的护膜木上 所以呢 护膜火供的这个供养跟加持当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护膜木 那么当我们呢 写好了护膜木之后呢 在修护膜火供当中 会将护膜木两头沾蜜 两头沾蜜呢 表示离苦得乐 那么我们也会沾牛奶 表示袭去一切的灾难 所以这个护膜木的供养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整坛护膜火供当中 如果去参加草屯雷葬寺的 这个护膜法会连生活不主持 我们一样可以去请购这样的护膜木 但是呢 哈上气以后就变成一个替身法 这个护膜木就代表你自己 入火可以消除业障 遮止灾难 太殊胜了 我们非常谢谢连月上次 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 全新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 是连月金刚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祖谈经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密法小学堂的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 世连月金刚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上市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前几节节目 我们已经了解到 这个密教护膜火供 非常殊胜的地方 而且上一次我们知道 供品里面有一样东西 一定要准备 就是护膜木 是的 啪了气以后 这个护膜木就代表你 放到护膜火里面呢 代表这个袭灾 这是一个替身法 很殊胜的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桌上有非常多的 供品 这些都是必须要的 必须要的供品 在每一坛护膜里面 一定要有的 请教上市 这个有黑白芝麻 这个每一样供品在护膜火供里面呢 都有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意义 那么我们在供品 所必要的供品当中呢 我们首先黑芝麻跟白芝麻 是一个必要的供品 那么黑芝麻白芝麻 第一个就是我们供养火天神 因为护膜的供品呢 是透过火天神的口 然后进化了之后 在供养虚空中所有的诸佛菩萨 所以我们首先要供火天 所以黑芝麻白芝麻 不仅是供火天神 也供护法 所以呢 在这个祈愿里面呢 也有特别不同的意义 在黑芝麻的祈愿里面呢 我们不仅供养火天神 不仅供养护法 我们还祈求加持行者 一切的磨难退散 当我们要消除我们自己 恒生的种种障碍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如此的齐寝 而白芝麻呢 就是代表着消除我们种种的意外灾难 那么在我们不断真心的齐寝当中呢 事实上我们不仅为自己来祈求 我们也为这个我们的家人啊 为跟我们有缘的众生来祈求的 所以为什么护魔火供呢 它可以改变众生很大的命运 它可以解除很多很多的灾难 就在每一个不同的护魔供品里面呢 加上我们的观想跟祈愿 所以呢让我们从这里就知道 小小的一杯我们的黑芝麻跟白芝麻 其实呢当我们用心供养 用心齐寝用心回向的时候 它能够消除我们种种恒生的磨葬 它能够消除我们种种的意外灾难 所以在护魔的供品里面呢 事实上呢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这个供品呢 供到护魔炉里面好像觉得有点浪费 但是其实当你了解这个盛生意寒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原来啊 我们真心如实的这样的一个供养呢 在我们真心的回向当中呢 它却是产生了那么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所以护魔火供每一样供品呢 都充满了一切一切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那么下一集呢我再为大家来继续分享 还有其他的贡品都有它殊胜的意涵 非常谢谢上师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连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你也不有缘务